西克教领袖遭艾莎事件已经引爆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外交争端 两国互放狠话并驱逐对方的外交人员 尽管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想借联合国的舞台寻求盟友支持 但他很快尴尬地发现 加拿大的西方盟国们似乎对此缺乏兴趣 不愿对印度提出批评 在世界舞台上度过孤独的一周后 特鲁多面对冰冷的现实 英国广播公司9月24日发文称 自特鲁多在加拿大下议院提出爆炸性指控已经过去一周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加拿大盟国仅表达了象征性的支持 拒绝和加拿大站在一起谴责印度 一名记者甚至对特鲁多直言 到目前为止你似乎是孤身一人 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国家对印加外交争端的模糊态度 与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有关 许多西方国家制定了拉拢印度对抗中国的政策 与印度的重要战略地位相比 加拿大的利益显得苍白无力 今年6月18日 45岁的加拿大公民 知名西克教领袖尼贾尔 在温哥华附近一座西克教寺庙外 遭到强杀 引发多国西克教社区抗议 9月18日 特鲁多在加拿大下一院发表讲话 称加拿大安全部门正在调查可信指控 认为尼贾尔之死可能与印度政府特工有关 然而其他五眼联盟国家对此反应平淡 今发表了样板化的回应 一直没有向加拿大提供权力支持 加拿大呼朋唤友未能得到回应 英国外交大臣克莱福利表示 英国非常认真地对待加拿大提出的指控 澳大利亚同样态度含糊 称其对特鲁多的指控深感关切 BBC称 作为加拿大的南部邻国和亲密盟友 美国政府的沉默更是让特鲁多陷入尴尬境地 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讲话时 非但没有帮助加拿大谴责印度 反而吹嘘起了印欧经济走廊 称在印度为建立新经济道路做出的努力 加拿大的盟友去哪儿了 这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间隙 采访特鲁多的媒体记者最关心的问题 BBC提到 尽管特鲁多试图阐述加拿大政府的立场 强调对印度的指控是为了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但一名记者对特鲁多直言到目前为止 你似乎是孤身一人 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国家对加印外交争端的模糊态度 与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有关 和印度的重要战略地位比起来 加拿大的利益显得苍白无力 雪上加霜的是 特鲁多在加拿大国内的支持率持续走地 近日有消息称 加拿大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犯保罗·贝尔纳多 已被移送到中等安全级别的监狱 这又引发加拿大民众的不满 在这孤独的一周里 特鲁多没能利用联大的舞台 争取到盟友们的权利支持 他领导的加拿大政府 与印度的关系却在持续恶化 加拿大和印度已经驱逐了对方的一名外交官员 并向本国民众发布了旅行警告 印度还暂停了对加拿大公民的签证服务 截至目前 加拿大始终拒绝披露其掌握的证据 暗示可能要到最终的法律程序中再公布 特鲁多省 在下议院公开指控 并非轻率之举 我们是以最严肃的态度做出这一决定的 印度政府则一再否认与尼加尔遇害有关 坚承加拿大的指控 黄友